您好 歡迎收看 中視整點新聞 我是馮維之 來關新道由於凱米 颱風的暴風圈 有擴大的趨勢 台北今天下午4點起 水門進行管制指出不進 而晚上8點開始 脫掉滯留車輛 新北施州通局 也配合室內高攤地的停車場 指出不進 下午4點之後 開放水門周遭部分道路 紅黃線停車 要提醒民眾沒有移走的車輛 將一車型大掃可處1800到4800元罰還 而另外 雙北共有279所的學校 也開放市民暫時停車